徐娘伴老的徐娘是谁? 梁元帝的正妻给丈夫戴绿帽子,没做成皇后头颈而死。 皇后可以母仪天下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受万民敬仰,皇帝的妃妾都受她的管束, 她的孩子是嫡子和嫡女,太子都是力嫡力长,皇后的孩子占了很大的好处, 就算皇后的孩子没能成为太子,那将来太子即位她也能成为太后。 所以说,皇后之位在当时几乎是所有女人的向往, 对于那些年长色衰风韵犹存的妇女,人们经常用伴老徐娘或徐娘伴老来形容。 这个成语中的徐娘是有原型的,她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徐昭培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订阅,点赞留屏,接下来跟着史约馆, 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。 一般来说,每一招待的皇后的之位,大多是皇帝即位前的正妻所坐的位置, 除非是正妻亡故,那在皇帝即位后会选新的皇后, 但正妻要是好好的坐着原配的位置,那夫君登基称帝,她就是皇后, 可在梁元帝登基的时候,却没有册封自己的正妻徐昭培做自己的皇后, 而是只册封她做了一个徐妃。 这是为何呢? 按理说,徐昭培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子, 但是史书中却记载的是非无荣治,不见理, 也就是说徐昭培相貌平平,而且还不知李树, 后来徐昭培被嫁给还是湘东王的萧毅, 萧毅是个能温能武的王爷, 但因为幼年一场并瞎了一只眼。 徐昭培出嫁的过程非常不寻常, 先是遭遇大风,树木都被吹倒了, 天空还下着雨加雪,马车窗外全都是白色, 徐昭培回家省情的时候又遭遇雷暴天气, 西州府的两根石柱都被雷点击碎了, 这一连串的事情让萧毅觉得这桩婚事不祥。 真没有恪守妇道,徐昭培对这门亲是很不满意, 骄傲的她觉得萧毅配不上自己, 她看不起萧毅式的瞎子, 所以从不妖宠,每次萧毅来她的屋子就起, 她化妆故意只化半边脸, 她觉得萧毅只看得到一半她的脸, 可是徐昭培这样的做法对萧毅来说是致命的打击, 萧毅觉得徐昭培是在讽刺自己, 是在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, 只有一只眼,慢慢地, 萧毅就非常讨厌徐昭培, 几乎每两三年才去徐昭培的屋子里一次, 徐昭培还故意勾引别的男人来激怒萧毅, 她和和尚志远道人私通, 还和萧毅的随从纪纪江等人私通, 纪纪江还曾说过这么一句话, 百直的狗虽老仍能狩猎, 萧立扬的马虽老仍能驰骋, 徐娘虽老仍尚多情, 称语半老徐娘就出在此处, 写的就是徐昭培, 徐昭培很喜欢喝酒, 每次都把自己喝得烂醉, 萧毅来的时候, 徐昭培还会吐在萧毅的身上, 弄得萧毅对她很是厌弃, 而且徐昭培不仅自己喝酒, 还拉着那些不被萧毅宠幸的妾室一起喝, 徐昭培把同样遭受萧毅冷落的王妃视为至极, 经常同坐饮酒交谈, 对于受宠的王妃, 她便是不择手段, 一听说有王妃怀孕了, 她就会首任这位王妃, 对于徐昭培做的坏事, 萧毅心里都清楚, 她一直在忍, 直到她宠爱的王贵嫔突然去世了, 她不再忍了, 她认为是徐昭培下毒害死的, 准备让徐昭培偿命, 萧毅这个人很牛, 从这件事中也可窥见一般, 萧毅继承了她父亲的基因, 非常有才华, 父子两人的才华不输著名的曹操父子, 他是唯一一个进入诸子百家的皇帝, 除了皇帝这个身份, 他还是文学家, 画家, 书法家, 音乐家, 医学家, 性事学家, 玄学研究者, 兵家, 向马大师, 萧毅有个优点是特别喜欢读书, 可谓胸藏万卷, 他少年时曾因病导致一目失明, 但丝毫不影响他读书, 即便在夜里, 他不能捧书而读, 还要让书童轮流读给他听, 而且能彻夜听书, 可谓是一位励志型人物, 这次是徐昭培的儿子救了他, 他儿子萧芳等军事才能较家, 萧毅暂时饶了徐昭培一命, 但是在王宫中公然张榜宫是徐昭培与他人私通的事, 关于最早和和尚通奸的记载, 就是徐昭培和荆州后堂姚光寺的和尚志愿, 徐昭培口味也够独特的, 给丈夫戴绿帽, 还嫌不够非得找个出家人, 可以肯定的是这秃驴修行不够, 没有柳夏会坐怀不乱的功力, 不知道志愿和尚会不会感叹世间安德双全法, 不负如来不负清, 然而和尚毕竟是和尚, 永远就只有一种发型看久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, 慢慢的徐昭培开始重新寻找猎物, 这一次被他锁定的人是纪纪江, 纪纪江本是梁元帝萧毅身边的侍卫, 长得还算颇有滋涩, 这次徐昭培够狠的, 找小三直接找到了自己丈夫身边的人, 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, 还是该叫进水楼台仙得月, 这还不能满足徐昭培, 当时有个叫贺辉的人帅得一塌糊涂, 徐昭培一看就迫不及待地把人家约到了普贤尼寺庙, 一天到晚被自己的正妻戴绿帽子, 萧毅当然是忍无可忍了, 后来萧毅登基成为梁元帝, 徐昭培作为正妻没有被册封为皇后, 而且因为徐昭培的关系, 她为萧毅生的儿子, 女儿都不受待见, 但是她的儿子萧芳等其实是个孝子, 而且还是世子, 因为不受父亲的喜欢, 萧芳等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, 后来带兵出征之时, 溺水而死, 萧芳等死之后, 萧毅爱妃王室被徐昭培害死的借口, 想要逼死徐昭培, 徐昭培知道自己是活不下来了, 于是就跳井自杀了, 萧毅将徐昭培的尸体还给徐家, 借此羞辱了徐昭培与徐家, 她说这是休妻, 然后只准用百姓的礼节下葬徐昭培, 这还不算完, 萧毅还亲自写了一篇《荡妇丘》私妇, 来揭露徐昭培与他人私通的事, 这样的句子,地显幽幽天显长, 金陵王气英遥光, 修夸此地分天下, 只得徐飞半面妆, 徐飞极止徐昭培。 诗中是说, 金陵有王气, 得到了金陵, 就相当于得到了徐娘的半面妆, 把徐娘比金陵的王气, 这里显然是赞美徐娘的美丽了, 至少不能说明徐娘是丑的。 还有另一位唐朝著名诗人刘雨昕, 她在《孟阳州月记贺诗》一诗中这样写道, 花作禅娟玉作庄, 夜深区区弯弯月, 万里随君一寸长, 诗中用花和禅娟同徐娘作笔, 这徐娘岂能不美, 从这几首诗词中, 显然便可窥见徐娘是位美人无疑, 如果一个人说就罢了, 那么多人而且不在一个时代的人都说她美。 恐怕她不美多难, 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 诗词里多提到徐娘的半面妆, 甚至是梅花开半面。 徐昭培被冷落的时间一长, 难免会对萧毅心生怨恨, 为报复夫君的无情, 她每每在听说萧毅将要到来时, 就故意捉弄丈夫一番, 就是只在半边脸上化妆来等待她的灵性, 这显然是在嘲讽萧毅, 你既然是个独眼龙, 只能用一只眼看我, 那么不好意思, 我就只化半面妆让你看, 所以后事专家分析, 徐昭培因为长期受丈夫的冷落, 就有了严重的幸苦闷, 对夫妻生活相当不满。 偏偏徐昭培还很爱吃醋, 嫉妒心很强, 看到别的妃嫔被皇帝宠爱, 就十分气恼, 想办法极力排挤打压他们, 若发现有身怀六甲者, 他就会采取非常手段伤害对方, 甚至动手杀人, 手段十分残忍。 因为萧毅的地位, 就是他杀死几个兄弟子之后得来的, 后来他又要求着, 襄诸刺使萧毅归顺他, 却遭到对方的拒绝, 萧毅愤怒之下, 最派遣, 他不喜欢的长子萧芳等统军难争, 干脆溺水而死, 萧芳等一死。 萧毅再无任何顾忌, 所以决定对徐昭佩动手。 萧毅以徐娘不守父道为由, 刺其自杀, 所以徐昭佩无奈之下便在宫中投井身亡, 徐昭佩自杀后, 萧毅愈怒为宵, 还将他的尸身从井里捞出来送到他娘家, 并声称, 徐昭佩不守父道, 他这是修妻行为, 弟已失害徐氏, 未知初期, 初期即修妻之意。 看来萧毅对他老婆可谓恨之入骨, 人已死了, 还得修一次。 这也是他以皇帝身份对他老婆娘家人的羞辱或者警告, 不守父道, 自有应得, 男人可以妻妾成群, 女人只能忠诚一人。 这在古代倒是常理。